《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歡迎來到《山山來遲》 我是方國珊 又一個星期 你看我的皮膚 膚色是深色 很明顯可能出過浮來 我身邊是我們專業動力的青年幹事 地區主任 社區主任張美雄 美麗的美英雄的紅 美雄他和Chris 早前我們做過幾項重要的事項 第一就是我們早前一齊跟專業動力 和我議員辦事處一齊去了台灣考察 不知道是否台灣的太陽深 都熱一些 令皮膚都深色了 其實都不只是這個原因 美雄可能是因為平日我們都在地區工作 其一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去了台灣考察 不是玩的 不過當然有輕鬆的時刻 但最主要就是我們考察 這個北投的一個焚化爐 和台灣的垃圾車 他們的那個怎樣分類 你看到這個焚化爐的焚通 就在台灣台北 北投這個地方 我們亦都看到他們本身 他們的垃圾車 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們的廚餘分類是挺重要的 另一方面 我們就是考察團 去到北投的焚化爐下面 看到他們的廢氣監察顯示器 是顯示焚化爐附近的空氣污染指數 這方面我們似乎 香港就沒有的 我們自己 一 我們沒有焚化爐 最主要的 第二就是我們那個堆填區附近的空氣指數 政府都不敢顯示出來和公布 這方面大家都理解到 是嗎 就是醜事就無謂養出來 另外我們就當日 亦都去到北投的焚化爐上面的 截友是觀光塔的 你看到其實 如果做得規劃得好 還有你看到我們這張照片看到 觀光塔和市區是有一個距離 變成空氣污染 或者和城市有一個 種很多樹 是隔開的 希望一些塵埃或者一些味道 都可以希望有一個 有一個階段隔開 做一個樹的大城市的廢 令到吸納一些骯髒的空氣 另外如果整個焚化爐 或者觀光塔做得好 其實它可以吸納一些參觀者 令到其實也是一個旅遊景點 是的 其實那裡也很 它不單止是焚化爐那麼簡單 香港其實應該要學一下 它將焚化爐打造成一個觀光塔 觀光塔上面也有一間餐廳 是一間四星級的餐廳 其實也有不少觀光的遊客 會經過 旋轉餐廳 是的 旋轉餐廳 這方面其實是將一些 可能大家認為不好的東西 打造成一些技術 有一個技術出來 其實是一件好事 在台北的觀光塔上面 旋轉餐廳 旋轉餐廳 你可以四周飽覽台北的一些景觀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 賞心的樂視 大家都想不到 在焚化爐上 仍然可以做一個觀光的形式 這方面我們也拍了一些照片 最後一件事 我們也最關注的是 其實就是考察 為什麼台北在乾濕垃圾 在廚餘的分類做得這麼好 而民眾或者市民的支持度有這麼高 大家在強制方面 譬如說 他強制做一個回收分類 如果你不做 他就不跟你收 當然這個做法 是否一定要政府先行呢 Chris 美雄 我想其實主要都是從上而下 都是要政府推出一些措施 強制性的話 加上一些資助 或者優惠上面的東西 才可以吸引到一些人 去做這些立法分類 自發性比較難 對 所以如果張美雄做環境局 我也支持 大家都明白 如果政府不走第一步 其實群民眾 就算個別有一些 我們都不少香港市民 很肯支持回收 大問題是 你在社區回收方面 必然是要政府先行 你才會有一個帶動 我們看到這些 其實台北的回收商 或者一些清潔工人 其實他們都很樂意 很友善地跟我們解釋 我們都走上垃圾車 他們解釋他們怎樣收集 以及用什麼日子 其實他們做得很好 另外我們拍了出來 他們都很樂意 他們都很謙卑地說 其實他們都是二千年開始實施 大概十年 他們都很大量地處理到 一些有機的食物 如果有機的食物 或者譬如我們那天在 那個叫什麼寧 寧夏夜市 我們走到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 很多食物 差不多像我們旺角的廟街 他們的食肆收集了食物 他們就拿去餵豬 當然是消毒過的 去餵豬隻 還有一些蔬菜 他們就分類 有些是用來餵豬 有些是做一些肥田料 是這類的 整體來說 看到就是 正如Chris說 由上而下 怎樣去用一些政策有因 去迫使到 也都是帶動到整個台灣 比較完善的廚餘 回收的方向 我們香港是怎樣的 還有其實台灣 他把垃圾這件事 就當作一個 其實不太壞的東西 譬如垃圾車經過 郭先生你也知道 那些垃圾車經過 是好像有些雪糕 即是香港的雪糕車 有些 有些 零聲 有些 叮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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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很好聽的零聲 經過 那些居民聽到這些零聲 都很樂意拿一些 垃圾出來 分類 其實這些都是由 從上而下 帶動到 亦都吸引到 市民去做一些垃圾分類 正如我們 我們台北 台灣市政府 他們對於 他們環境局 就說 要做到 垃圾不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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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垃圾不落地 簡單地說 不讓垃圾 跌落地 譬如說 垃圾桶 你看到台灣 垃圾桶都比較少 其實都是一個 垃圾不落地的政策 根本就是 零排放 變相 每一個垃圾 你可以分類回收 根本就是沒有垃圾 如果有剩任何東西 都可以去循環再用 可能例如剛才說 垃圾不落地 有些人去了做肥田料 有些人去了做回收 根本就是零排放 其實都頗有意義 另一方面 我覺得其中另一個政策 就是強制性垃圾分類 如果政府不強制性 我覺得是很難做到 但反之 至於他們有一個方案 就是一定要垃圾交代 我便有所保留 因為我認為政府必須做好配套 如果有 以及不是用懲罰性的 而是反過來用誘因 你越少排放 在稅務優惠或者政策上 或者猜響 或者稅務是有獎賞 變相對民眾對市民來說 必然是有一個誘因 台灣考察團 我們除了考察焚化路 環境保護方面外 我們亦有看他的圖書館 例如涉及環保設施 他做了之後 他對市民地區設施補償 又有暖水泳池 又有球場 兒童遊樂的地方 或者有些簡單的圖書館 或者一些電腦的電腦中心 讓民眾覺得 我們自己的社區 其實他們是每一個大的區 都會給你一些配套資源 他們覺得自己衍生 不單止這樣 很多他們 譬如墳化路附近 不是在北方 上次我們在牧山 牧山那邊 我們看到另一邊 是墳化路旁邊有些什麼呢 就是墳牆 你有墳牆 墳是墳化路 是你那個區 大家自用 自己的社區自己用 我覺得 如果在城市規劃來說 沒有問題 另一邊 在牧山市那邊 和我們去宜蘭的時候 你看到他們種很多 很出名蔥 種很多蔥的 可能味道比較濃烈 那邊有些福建客家墳 台灣人也是流行不同形式的組份 你看到他們整體規劃 其實比較有軟見 有心思 大家的群眾都會多接受這個情況 台灣整體 我們那個考察團 就隨著這個方向 也有看過一些現代的藝術 是呀 那個現代藝術館 其實那個現代藝術館 有什麼感受 看回 可能香港比較局限 一些思維上比較局限 台灣上面 看回現代藝術館 其實是很多一些年輕的藝術師 大部份都是一些年輕的設計師 他們是一些 他們很心榮 想都想不到 譬如把佛像放在墳墓上 有意義什麼呢 這些其實是香港的一些藝術館 看不到 可能香港的藝術館 可能比較偏向單一化 台灣就比較鼓勵 年輕一代去做一些藝術的事 是呀 我們之前進去現代藝術館 又有一個藝術家 他將一張床 用一些紅外線的效果 做到很有動感 是呀 還會把床出煙 厲害 特技效果 我想創意無限 我也有感受到覺得 如果我們香港創意產業 自己想在這方面發展 給年輕人的空間 或者創意方面 真的要多些機會 他們都很流行 用一些舊的文物的大廈 或者一些比較有矮層的低密度的文物館 或者一些文物的物業 是用來改成一些藝術館 或者一些創意的產業 我想這方面 我想早前 林鄭月娥都將我們的六屋 改成一些文化創意的產業 不知道是不是在那裡訪校 但是總括來說 朝著這個方向都是好事 起碼給年輕人做到一些事 有成果 你都可以展示於我們市民裏面 亦都可以帶動到 帶動到藝術創意的方向 台灣之旅說到這裏 其實亦都可以 我想大家去集思講益 去想想怎樣 將我們香港其他工作做得更好 台灣之旅之後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昨日美紅很威風 昨日你是我們人民英雄 很厲害 聽說你絕食 絕食十八個小時 我便少於你十八個小時 我便少於你十八個小時 都理解到你自己再加上有感冒 但真的很開心 正如美紅所說 有很多居民理解到我們為民請命 覺得社會特別是港鐵 你仍然要加2.2% 其實每一程 美紅不是少的 如果你由將軍澳搭出來中環 大致都要每一程加五毛錢 其實對於小市民來說 是真的白常加根 是的 最主要的其實是 政府也持有港鐵的78%股份 如果港鐵是純粹一間私營公司 他這樣做的話 其實大家都無可厚非 但政府是最大的股東 為何依然是被港鐵這樣做 相信大家都很失望 美紅其實是這樣的 政府自以為想著 握7.8%就有話事權 其實為何你要握7.8% 你不要曝光它 為何你仍然要握港鐵這麼大的股份 你心目中可能 想著 房屋及運輸局鄭宇華也要坐下去 你想著可能有股份的時候 你有話事權 但當你需要話事的時候 你沒有真的去幫市民去平衡 你不想著重新升幅 你賺120億 其實股東有甚麼需要 要強迫你 要即時這樣調升 我看不到 而且我覺得最主要是 現行港鐵的可交可減機制 一定要修訂 因為始終它的可交可減機制 其實是 看回當時的物價指數 及工資指數 但沒有考慮到它服務的指數 現在最近港鐵 大家都知道 發生很多故障的問題 令到有萬多人影響 上班、上學的時候 阻塞了交通 我覺得可減可減機制 需要加上服務的質素 及市民負擔能力 另外一件事 其實剛才你也指出 它的故障情況都頗嚴重 經常都是指信號 鐵路下沉 大學線 大學站地底下沉 有沉降的問題 這種維修的問題 其實它的責任 似乎只是只賺錢 而妄顧市民安全方面 其實都很興奮 另一方面 剛才你剛才說 可加可減 我們基本上都覺得 它是指家不減 與婦女產後失調有些接近 完全都控制不到 昨日很多市民拿著飲品 拿來探班 見到我們捱餓 為了這件不公義的事 去絕食 其實我們是苦無對策 欲加之罪 欲加之事 我們根本無可學患無辭 我們覺得 已經沒有選擇情況下 才用絕招 絕食 其實都很無奈 昨天也是父親節 很多爸爸 別人的父親 都覺得 這個絕食的行動 都拿著飲品來支持我們 是的 其實都感受到 港鐵無情 但人間有情 方議員也有一位老朋友 見到你 都買了兩支補礦力 是的 另外也有些市民 都給了一些飲品給我 也有些市民 見到 都過來陪我們一起 一起坐 都不單止只是 絕食 其實昨天我們是有 那個兼命是 唱衰港鐵 因為在年賺 一百二十億的情況下 仍然是要 強加諸於市民的交通負擔 我們邀請了我們 青年作家 歌唱作家 音樂作家 張美雄先生 你為何要選擇那首歌 或者你介紹一下 其實 知道我 其實想這個絕食行動的時候 跟方議員一起談 說應該搞絕食行動的時候 就馬上想 只是絕食 我覺得是 還要帶多一點的事情 給居民聽聽 所以就想 不如把這首歌 改了歌詞 去諷刺一下港鐵 諷刺一下 我們一些小市民的心聲 即是說 所以這首歌 就叫做 改編至Beyond的 命運時你加 改了歌詞叫做 命運就要加 即是表達我們這些小市民 面對一些通脹的壓力 或者加價的壓力 大財團的壓制之下 我們小市民是逃不過加價的命運 不過我自己聽過 美雄改編 從Beyond這個 本身叫做 《命運時你加》 這首歌 其實將歌詞改了做 很警示 亦都很入題的一個 針對現在 一些地產霸權 交通企業大集團的霸權 其實都反映了很多香港市民的心聲 一句說到尾 非常之無奈 所以歌詞裏面很棒 其實在這不如索性 雖然你沒有帶結他 我們昨天在街頭演唱 今天不如你清唱幾句 我首先說 美雄的聲音都沙了 因為他昨天全日絕食又喊口號 我沒有感冒 但他聲音都沙了 因為首歌是男仔Key 喊得有點像家驅 清唱幾句 挺有意思的 好 給我面子 放演員 劉哥 大家聽緊 天生你是個百億新家的巨箱 每天都有過百萬億的進帳 但下一句就開始諷刺講帖 可惜你是個 只懂家家的人渣 不管辛酸已救他 趙家家 好 非常好 繼續吧 就這樣吧 厲害 厲害 所以這首歌唱盡 下一段更好聽 因為他也就著爸爸父親節 父母親也很關心 勞勞役役役役 他也在歌詞裏面 都盡顯到我們小市民小康之家 在生活上的磨鍊底下 自己賺埋或在職貧窮 所以在交通費的負擔 美紅亦都在歌詞裏面反映 不如再唱這個chorus 唱完嗎 好 其實下一段 就是把一些小市民的心聲 帶給大家聽 下一句就是 唱錯了 比如說 不關媽媽不優白面 每晚去打雜 你有你去說趙家家 即是辛酸伯伯不停抗議你的話 那會有妥協 我們命運就要家 就是這樣 我們的命運就是無論爸爸媽媽多麼辛苦去做事 或小市民不斷抗議港鐵霸權或其他地產霸權 命運就是要加 這首有意義的歌詞和命運就要加 這首歌詞會上網頁和Facebook 和大家一起分享 這首歌我們會唱衰一路繼續唱衰港鐵 和唱衰一些地產霸權的人 希望能夠警示一下大家 知道社會有那麼多青年人 或者我們一些覺得社會不公義的人士 希望大家什麼都好不要賺到那麼盡 剛才說不要賺到那麼盡 或者房地產的問題 其實你看到政府最近 一聽到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黃光雅先生 就說為何我們的東西那麼慢 澳門的手腳快很多 下一一政策下來就起行 即使特首哥哥立即聽到這些信息之後 似乎又真的會積極考慮會否復健居屋 美雄你們青年人畢業之後 只是一段短時間 你怎樣看房屋政策 和你覺得社區地區的青年人的感受 其實我看回這段新聞 當然有開心復健居屋 但亦有少少無奈 即是我們一些刁民 講了那麼多次 講了十世 建議政府復健居屋 都不及白虎秦案黃光雅說一句 他就說我們房屋政策如果搞得不好就是政治問題 都不及他說一句作用大的 彈撻 彈撻群虎 彈撻群虎 要吃個彈撻才行 即是他說完之後 特首立即做事 就說有可能會復健居屋 這件事其實都看得出 我們是幾個無奈的小市民 但另外方面 都見到政府恨復健居屋 當然最開心 居屋 大家都知道 上層的市民 即比較有錢的市民 就買私樓 比較低下階層的就住公屋 但中間有一群人 其實是有高不成低不就 即是復健居屋其實都幫了很多這群人 我也理解 其實我自己的態度 如果是一個適量的數量 我是支持復健居屋 還有再加上 我覺得我們政府應該大量集中資源 蓋多些公屋 而那些公屋可以循環再用 亦都可以 當一些市民能夠平均收入 家庭總收入 他提升之後 真的讓一間公屋出來給有需要的人 然後再提升一級進階 可能有興趣的買居屋 或者買私樓 亦都是整個階梯式這樣上 就變成流動市場 樓市的流動市場更加活化 就不用說有六大、七大、八大那些大地產商 囤積對期 其實你政府落多少勾地或者拍賣地都好 其實它的麵粉價 它們幾高來它幾高去 它囤積之後 其實它可以控制市場 其實這件事 你看不到過去兩年 在利息這麼低的週期情況下 它們會很大壓力 因為發展商計建築成本 或者計它自己的土地銀行 即儲備 我們叫土地銀行 它儲了的土地 你看到它們每一個大發展商 它週年報表裏面 你看到它團多少火 你過去其實它的數字幾大 如果政府不是一個很大的政策去改變的話 根本你是很難壓力樓價 所以你說怎樣去平衡 其實大家都是非常小心 當然就住青年人的看法 我相信現在在一個樓市這麼泡沫 我自己覺得 動輒元朗也說15000元 其實我自己在房地產 都好幾十年 都很長時間 超過20年 我覺得我自己都不會看 我相信是青年人負擔不起 不要說青年人對不起 即使我們這一代 我們現在中年的朋友 亦都不容易負擔 你說不是每一個人生都是如此如意 你做生意好 你打工好 你做任何行業 你都不一定一帆風順 你中間有些波折的時候 你不要說住屋 普通生活的情況不會有變化 所以你說是否可以這麼輕易如舉 買幾百萬一層 可能但遠之地 現在說太古城 你都過一萬元一呎 現在剛剛出口術 所謂政府剛剛曾俊華財政司司長 出口術說大家看外圍 是呀 看定些 那究竟 因為其實 其實那個次業的情況 早前那年多兩年 其實真的差不多每一層樓 你升幅在兩年之內 是有些區域是超過六成 其實真的香港的房價真的很誇張 早前看了一個新聞 都覺得挺好笑的 他就是在諷刺中 他就說如果一個市民每個月 存五千元的話 究竟何時才能買到海船門呢 即是三億多元的海船門 然後原來計算時間 是要由新石器時代開始存錢 每個月存五千元才能買到海船門 不要說這麼誇張 即是可能一棟普通幾百萬的樓 如果我們一般市民純存錢的話 其實都真是純存錢 不可能人世幾十年 不可能買到樓 所以現在出現了這麼大的一個紅溝 可以說 似乎就無論社會的輿論 或者坊間人的討論 都充足著很關心 就算孤物論現在這一代 或者你的父母可能都持有物業 大家可以一家住在一起 但始終子女會成長 父母這一代其實香港人 他就算自己未需要優柴優米 他都擔心自己下一代子女 能不能夠置業 所以很多時現在這一代青年人 如果沒有父母的幫忙 其實你說真是剛才說 不要說海旋門 即是新石器時代才可以賣 即是說一些很基本 我想二三百萬一層的 即是就算居屋現在都要 這些基本的一些小康的住屋的需求 都要父母可以幫忙才可以搞定 否則其實都幾大壓力 所以早前事不離實 市場抹躍了 父母也有份推動 因為個個都怕下 再不買 我幫不了子女置業 不行了 所以這個情況都幾緊張 但是政府咬牙切齒 特首又說不行不行 現在就死了 他在在任八年 特首做了九年 即是第十年 由董建華開始 2003、2004 這段時間 當時咬牙切齒地說 一定停止居屋 當然我們地區人士政黨 或者各個階層 都有對居屋的訴求 但是當時他的政策上 就說死死都不行 今次彈撻秦虎說了 立即又說 在沙田污水廠可否調動 其實幾嚴重 在沙田污水廠 我不論土地 我自己曾經去張溫澳一個污水廠 其實它是在地底表面上 似乎有一兩層高的建築物 但其實污水處理廠 其實它的渠務處理 集合污水處理 其實它是在地底十多米 有些十米以上 你大渠駁在這裏 如果你說要搬走這些污水處理廠 其實會否對於整體規劃 會否有影響 我不知道 但這個工程很大 是 其實也 我不知為何會選那裏 不論如何都好 其實如果政府積極考慮 增設多些房屋 我們第一件事是支持 因為現在市場是畸形了 所以政府似乎適量介入 當然要很小心 很審慎的處理 但對於青年人來說 他當然是很希望 是呀 不過說回土地供應上面那些 政府 他考慮過填海 增建多些居屋 但其實填海 大家知道填海也要幾年的時間 到時增建迷 可能搞來搞來 也可能要整十年的時間 也很久 所以可能暫時政府 就搬去一些比較沒有那麼重要的 一些機構 或者一些大廈 去做一些復建居屋 是 他們說密地去建居屋 其實長遠有幾個方案 剛才Chris說 填海 以至可能將一些設施搬去岩洞 釋放土地出來 或者甚至甚至 可能剛才我這樣說 好像在沙田 搬去烏水處理廠 這些 不過整體來說 說得來都五六年 都是討論探討一下 究竟下一屆特首 會不會是 跟從這個政策呢 又不知道 最後做一個這樣的方案 但不辜物論如何都好 我覺得值得鼓勵 起碼肯去思考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聽到早前說 全港大約有公屋市場 特別在市區 大約有三萬四千個 都不少 如果有幾萬個可以放出來 是加快了上樓 這個是很值得鼓勵 如果這麼大量的市區 當然其實不是突然起好的 除了在這個 我只要知道近住觀塘那邊 除了牛頭角 上下村 早前亦都在重建行和裏面 再加上在近住 佐敦谷那裏 我們亦都在叫做安達神 他將來有五萬個 即是預計五萬個人口 五萬人口的一個公屋村 變成都會很不錯 另外在九龍東的油塘 那裏海景二人 全九龍的煙花景 油塘、觀塘再落 另外這些真是煙花景 有些地方 只是最靚吸水門的景觀 不論怎樣也好 這類在市區大量的公屋 另外在將軍澳也是 有些公屋是未租出去 亦都釋放出來 另外在將軍澳善明村 有兩棟新建 在將軍澳藍 保營花園側也有三棟公屋 這些加起來都有一定的數量 那些是否比較高尚的公屋 其實那些位置是很方便的 很方便 我記得去年市場很有趣 例如有一個甲心階層的房屋 叫做碟翠軒 在寶林地鐵站旁邊 當時建築質素偏差了 有些流水的情況都頗嚴重 丟下了十年沒有人買 後來剩下三百多個單位 適數排了長龍 立即在一年半前左右 見到很多安慈姐姐排了大隊 實在是漂亮位置 剛才Chris問我是否優質位置 在寶林地鐵站旁邊 走路三分鐘 也好過很多私樓 我想跟私樓的位置 有時有很多更優勝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也沒有甚麼壞 這個處理方法 是 其實 或者這樣 我覺得 復健居屋 當然 我們年輕的一輩 剛出來工作 剛出來社會一輩 當然開心 但是另外 也不想政府重蹈以前復設 即居屋當時短妝 是嗎 是呀 這個建築 當然我們香港幸好 也有法治社區 對於肅貪窗簾 現在不是那麼嚴重 當然社會不排除有這種情況 打短妝這些事情 其實在建築工程界 其實都不是未發生過 希望大家都盼著良心 打短妝整棟樓會倒塌 這些其實是不應該容許的 當然 一定要禁止 所以幸好我們都 廉政公署各方面都做得不錯 除了建築用料各方面 或者建築方法之外 其實我想大家都可能關注 不是單止建築方面 可能是究竟 將來這些居屋有些人不同的說法 就是很擔心會影響現在現有市場的樓價 現時整體全港樓市持份者住屋的情況 有57%是買了私樓的人 是私人物業 而有43%是住在公屋和居屋 香港市民大致是這樣編排 而在57%裏面有16%是租務市場 其實你看到貧富的懸殊都有多大 你看到公屋和居屋當然價錢 與私樓有一定的距離 你亦都看到可以 即是說亦都希望 正如我們一早開張明義這樣說 其實如果一個健康的一個階梯 是可以令到他們在樓市的旋轉梯上去 其實對於整體樓市發展比較健康 昨天我這樣想 即香港雖然未至於 好像特首所說 香港人每個人都有瓦遮頭 雖然未至於沒有瓦遮頭 但香港的房屋問題都很嚴重 即早前火燭 即是板間房屋等等 這些就是16%裏面其中一些 即是舊樓的情況很惡劣 是的 即是很惡劣 即是大家看到土瓜橫 即是不單止農屋那麼簡單 即是可能一間房屋 然後就間一些床位出來 就間三個床位 上下隔床位 上面有一個床位 下面有一個床位 下面有一個床位 即是其實這些是一個很嚴重的 即是很嚴重的情況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 即是香港作為大都會 亞洲四小龍 又是自稱一哥 又是紐倫港 其實都還有一些很淒涼的情況 就是你用這些板間房 其實都不便宜 其實他比住州際更貴 因為你要計算尺數 如果有些 今天我也聽到一些聽眾說 他用四千元就租一個一百尺 在深水埗還是哪裏 你這樣譬如一個單身的 他用他人工可能也是低於一萬元 他佔了四成的租金 其實如果青年人不是和家庭一起住 其實那個租金的支出是很大 往往就是欠了一個首期 如果很多 好似你看看我們鄰近的國家 或者地方 好像新加坡 或者甚至澳門 我看到他們是政府在所謂早屋 新加坡就叫早屋 我們香港就叫公屋 或者居屋 而澳門很多市民 他三四十萬 他有些公務員 他跟我們說三四十萬 就有一層樓 他當然不是豪宅 是一個很基本的生活地方 真是叫有牙遮頭 而他們的薪金 還平均低於我們香港 但他們的生活其實很開心 所以我想香港是需要供屋的政策 不單止居屋 現在政府說有可能推出居屋的話 當然開心 但是供屋方面的資產限額 或者其他方面 其實我都覺得是繼續需要放寬 是呀 這件事我很同意Chris你講 其實話就說 如果你想復健居屋 或者弄一些房地產 或者公屋出來 但是如果以現在 剛好最近輕微 最低公司調升了 又幫助到一些基層或者在職的朋友 但是他的入息其實 真是不三不四 不上不下 變了真是兩頭不到我 是呀 早前聽一個 我看一個節目 簡直有人 可能是 有個人是做保安的 早前好像有八千元請他 然後他就說 我不用那麼多了 你給七千元我可以了 因為我想輪工屋 其實都有這些情況 我想你說的情況 不單止有些保安的朋友 甚至一些大學生 一出來都可能父母 不如你申請一間公屋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你亦都很難怪的 父母亦都很擔心子女 接下來公屋都有瓦遮頭 如果你說交一千元鬆一點的租金 其實都不錯的 你管理費都在這裏 他裏面包了管理費 是呀 還有差響 所以其實隨便有聰 所以如果你說政府是擔心 亦都有些市民在同一情況下 擔心我們政府用了政府資源或公帑 去津貼某一些人去接 除了我自己覺得 我們真的要很小心審慎地考慮 適量興建居屋之外 其實應該是大量放寬 建更多一些公屋 而那些公屋亦都要在入息審查 做好一個把關 現在很大量的一些公屋付戶 我亦都不是批評他們 而是既然這家你又不理 那家又甚麼 我何必有些亦都可能會助長到大家 不如大家都不報了 變相在一些公屋付戶的情況下 就沒有一個誘因迫使 或者令到他想旋轉門 將單位釋放出來 所以這件事都很值得檢討 這個房屋政策 令到有能力的人可以提升 買回居或私樓 而公屋釋放出來 是比有需要的人 這個討論其實很多市民都很關注 是的 所以說究竟公屋付的執法方面 其實政府房屋處是應該要積極一點 是 但其實郭先生你這樣看 你覺得居屋這件事 當然大家聽到都很開心 覺得有很多好處 但居屋推出 如果真的推出來了 會不會像以前那樣 董山時代85,000 影響了很多人 樓價大跌 會不會有這樣的影響 其實我完全理解到 因為我們都經歷過 當年85,000的情況 85,000不單止居屋的數字 是推倒了樓市 其實因為這個數字是很敏感的 你太過大量的時候 會真的不是軟著陸 也不是硬著陸 簡直是空降 只是高空地踏死下來的著陸 所以這個情況是很小心 當年亦都事不離實 當年有85,000的推出之後 輕獻15,000個單位的居屋 變相搞到一些私人市場 不單只是發展商 連一些小市民置了業 都變成負資產 而大量的負資產充積 而樓市搞不定了 銀行亦都有一個危機 他就夾債仔 借了貸款的物業貸款 就是還錢 變相逼到不少的人是燒炭 當年都幾流行 很多都是燒炭 覺得受不起這種壓力 所以這件事都是語重心長說 第一我們完全不應用這麼大的數字 即是一步到維陰城打死整個 逐步 這是其一 第二就是那個處理的手法 即是不需要這樣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 當你用一個這麼大量的數字的時候 你是令到一些規劃出錯 包括當年 譬如我舉個例子 在將軍澳坑口 就是8萬5的後遺症 當年他們因為要盡快 在土地裏面 就要增加多些物業 他就將地積比提升 哇大件事 一去到地積比 可能去到9、8 你即是說 每一幢大廈 就去到差不多70層樓 哇厲害了 變相就是平封樓 搞到整個社區的規劃 就是有熱度效應 空氣不流通 整個規劃你就會比較 如果我舉個例子 在坑口區 其實近住市中心 你事實上是會看到 那些樓宇的密度很高 是 兼且你看到那些街道 陽光的日照 是輕微減低了 這不是一個理想的規劃 所以說8萬5帶來的後果 不單只是打擊樓市 亦都是在城市規劃裏面 出了一些問題 是 城市規劃出了問題 亦都不單只是樓物業的問題 它會引伸帶來交通濟塞 你突然在一個小的地方 裏面供了太多人流 那你的配套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社區的發展就有問題 不過就慶幸 現在都過了10年了 社會市區成熟了 發展得成熟了 都還可以接受 現在就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算是復健居屋 都希望政府有一個更詳細的方案 不要像董珊時代那樣 就是8萬5這個數字嚇到人 是的 如果你說到數字 我們坦然 在我們大概兩年前 我們都積極推動 覺得社會需要多一些小型的房屋 也是要簡化它 我們當時都建議 無論我自己辦事處 或者一些專業人士都研究 一些叫限尺樓 建一些簡單樸素的小房屋 給青年人或者首次買樓的青年人 或者一些年輕人 令到他們可以自己自用 我想數量其實來來去都是說 三、五千這些數字 五千樓下其實我想是比較適合 亦都不會令到 會有些子彈告訴發展商 你不要亂來 我們適量都會有這些 可以平衡到社區的一個元素 我想數量方面 逐步逐步再看情況 但是政府就不要以為 可能只是復健居屋 就可以搞定房屋的問題 也要繼續研究一下 公屋或者治安心計劃 繼續看怎樣可以滿足香港人 房屋的不同階層的需要 我相信房屋是對市民最關注的 有瓦遮頭這個 不要做無殼蝸牛 政府應該積極在今次 特首施政報告前 積極考慮一下 不是因為有沒有遊行有沒有示威 也好 考慮一下我們的房屋政策 花多心思 特別可以聽多些市民的意見 其實房屋政策 特別是福建居屋與否 數量多少 我想市民現在香港都幾透明度高 無論在我們網上的電視台 好像RTV 都可以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聽多些市民的意見之後 歸納了那個方向 我想加快的部分去做事 不過其實阿珍特首 這次也挺聰明的 其實他在臨近七一 是 是 即是他即是期限就是滿 即是去特首 所以可能不想讓那麼多人上街 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 講一講透露消息 接受澳洲傳媒訪問 可能會復健居屋 所以其實都聰明的 是 不過有另一個方向 我們都想補充一下 由上一次我們都講過 派錢方面 那六千元就說現在八月開始 但你看到 我們那時候 Chris也有份 我們肌肉動力 就是推動 建議政府 人人同享六千元 人人同享 其實我們講七百萬人 當時可能只有三四百萬人 可以拿到這六千元 今次他醒目了 聽得我們講話多了 可能就突然說 那個放寬的數目是去到 包括明年2012年 三月才滿十八歲的青年人 我今日在地區做事的時候 見到年輕人我就問 你有沒有機會拿 是否明年三月才到 他就真是很幸運 事實上是平息到少少民怨 你有這樣的方向 令到多些人 大概現在是佔了全港六百萬人 都幾大的比例 你說嬰兒、寶寶那些 都仍是小問題 他未識吵 但如果這個放寬了 其實受惠的朋友是多了 希望 其實我們早時也講過問題 派錢的方法 其實現在都是比較複雜 亦都派得很長 不是真的那麼彈性 當時可能我們也建議過 以個人的八達通 其中一個方法去收錢 以前早前說 你會否益了一些企業 其實你看銀行 一樣要收十五元 也是一樣要七千多萬的手續費 行政費始終你都不是給八達通 就給銀行 一樣是益了一些商家 不過早前我們講 為何要建議個人的八達通 即是個人的 即是你只是跟隨個人 因為其實他可以自動去升級 裡面的銀行資料 以及也簡化了程序 還有下一年 如果你再派的話 是否不用再登記呢 所以用電子的方法 也可能是減省了很多行政費 希望接下來的日子 政府多些聽民意 以及如何改善我們房屋政策的問題 以及改善民生 好嗎 下一集再和你談 好 下週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iREED iREED是甚麼你 iREED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ED 那是一種不知的 有關 我に閉嘴 及了 融化的